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综合性的范例 比如说这边有一个 请各位等一下开启第1个 范例 01大型式算表 那里面大概有几个问题 请各位试做看看 99乘法表 所谓的99乘法表 就是 等于 用x 来代替 1乘1 等于 等于多少 你可以 假设你这个地方 我需要的结果类似像这样 就是说 这里面我希望得到的结果就类似像这样 1乘1 然后也许你最后再把它 置中一下 可是我希望向右向下一次就做完 OK 那有什么方式 1乘1等于1 然后后面的话再加等于 等于1类似像这样 那 有几个方法 不外乎就是说呢 你可以用公式 串接 上面串下面 来取得 那这个取得方式 我们可以用什么 公式 函数的话 你可以 上面如果没得参考的话 上面现在已经有 1到9 1到9 那假如没有的话 我们可以用什么 函数 函数的话 可以用刚刚讲过那个Column 跟Raw 可以去取得你现在蓝跟列的位置 另外还有所谓的VBA 所谓VBA就是你 这边加个按钮 按下去 自动帮你把那个 1乘1等于1 1乘2等于2 自动帮你把这个全部都做完 那用什么方式来做 我想各位可以先试试看好了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这个部分 那为什么要讲这些 主要就是说 这些概念 未来在你工作上 只要是一个大型式算表 它都会 是必要的一些基本的观念 OK 画面先画给各位 这样做了 当然可以分成公式 可以函数的VBA 那我们第1个 用公式的话 可以等于 直接串接这个上面的 乘上 乘的话是一个x 代替 所以串接 and符号 双引号 一个x 然后呢 再and什么呢 串接 那串接的话呢 再串接左边这一个 再等于 所以and符号 再加一个双引号 等于 记得这个要养成好习惯 除旋格跟一个 自串 串接的话 一定要and符号 然后呢 最后就两个相乘的结果 那就是这个 乘上 这一个 OK 打勾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要 1乘1等于1 可是如果你向下填满的话 当然目前应该是 会失败 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向下填满的话 那基本上因为我向下填满 上面这个位置 不能够变动 所以呢 B1 要永远 都固定在那里 OK 可是你以前的做法是这样 以前的做法可能就是说 习惯上怎么样 就是直接把游标放这边 按一个F4 然后呢 B1 把它固定起来 F4 打勾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向下 没问题 1乘以1等于1 1乘以一直到到9 可是呢 问题是如果说我现在向右的话 放开会怎样 会错 为什么呢 因为 我向右拉的时候 我刚讲过 它的 燃耗会增加 可是问题呢 来了 我刚刚什么 我按下F4的时候 我的B1 变成怎么样 变成我把 B栏给锁起来了 可是B栏基本上是不能锁 为什么 因为我基本上向下 我固定在那里 可是我向右的时候 我向右 B栏要变成C栏 因为他参考到 C1 C1的 可是你永远都是B1 这个意思就是永远都是固定B1 不对 所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你可以 把 B前面的锁拿掉 B的前面锁拿掉 记得就锁列就可以了 打勾 不过你会发现 如果你向下 向右 OK吗 放开 还是不OK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固定A栏 有没有你向右的时候呢 如果你向右他A会变成B B会变成C OK所以记得 我这个参考的位置要固定 所以里面的A栏 请你把它锁起来 特别就是这个地方的话 把它这个地方 A栏的部分把它锁起来 记得 他在列也要不要锁 记得不能锁 OK 所以这边把它锁起来 好 大功告成 我把它向下 向右 放开 一气呵成 OK就完成了 应该懂的意思吧 那我是建议 以后有个简单的规则 如果你的 你的标题 列 在哪一列呢 在第一列 锁起来 在标题栏 在 A栏 这边 这边 是